其實現在在卵場 是不是都是多投資者留意的呢 其實都很多投資者留意 因為港交所之前升到185元 終於出現調整 大家想買很久了 又買不到 跌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的確看到有些投資者 就開了一些call 但是留意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 這個升交所和澳交所之間合併的話 現在有機會有些阻撓 政治上可能未必說真的做到 其次第二個原因是 看到大市調整期當中 成交明顯是下來了 其實我們看到港交所的股價表現 和大市成交有很大的關聯性 要慎防在大市調整期的時候 港交所的調整幅度 有機會比大市為高 所以如果買港交所的call 暫時要看位置做 可能都要參考 短期的支持位 大概是165至168元的稅位 落下這些稅位才考慮開call 亦都在條本上來說 選擇一些價內或貼價的港交所的call 但是如果現在已經有港交所call的投資者 是否要考慮設置一個止蝕位呢 有甚麼建議 我想如果港交所的股價 直接跌穿了165元的稅位的話 而你手上拿了一些價外的call 可能真的要考慮止蝕了先的 因為現在的水平也比較尷尬 大約170元收市 和技術的支持位差2元的水平 可以看著這些支持位 亦都同時說 如果量化寬鬆的政策最終出來的時候 令到投資者大失所望 令到之後的大市調整的話 可能港交所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整圈 如果真的拿了隔外call 可能要先去平倉 好 最後想問一下Ivan 到底現在在卵場上有甚麼值得留意 給大家一些提示 我想這幾天的話 大家的焦點都是公佈第三季業績的一些內地企業 內地的金融股 比如公行 建行 會陸陸續續公佈第三季的業績 但市場預期都會比較樂觀一些 亦都看到出來的業績的確是不錯的 但可能這也反映在政股的股價上面 所以投資者要留意 一定要政股的第三季業績 是大幅好的市場預期 才值得你們再去留意一些call 否則來說 這個因素已經反映在政股股價上面的話 可能政股高開之後會回調 未必太適宜去高追擴倫 綜合Ivan的建議 即是說現在這個市場 投資者可以考慮吸納恆子牛控證 到下星期二 美國聯儲局港援會推出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後 大家就要看看 我們的恆子可不可以升穿23,100 之後再作決定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提投資者 投資涉及風險 投資之前記住做足功課 如果想重溫今集節目內容 可以留意以下的網址 另外有問題想請求專家 也可以以電郵聯絡我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